今天我爸约了男神和我二次约会 闺女啊 一会儿一边三十四号行星才来家里 你看你熟不熟是 幸福来得太突然 他是健身教练 我得打扮得运动一点 哎 被子怎么坏了 一定是小七抓的 不行 我得趁男神来之前赶快缝好 万一他要来参观我的房间呢 咋的了 没事没事 我拿来针线 开始缝被子 心灵手巧的我 一会儿就缝得结结实实 nice 可是 为什么拉不开啊 我出不去了 就在这时 我却听到了门铃声 小韩娜小姦来了 赶紧出来啊 啊 来了 没办法 我只能一点点移动到客厅 企图趁他进门前 让老爸解救我 但是 快进去 这什么玩意儿 小韩你干啥呢你啊 爸 快救我 我出不来了 就这样 老爸救出了我 可此时的我 恨不得再钻回被子里 我没脸见他了 小韩 你还是这么有趣 第一次来家里 给你和叔叔买点东西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喜欢喜欢 他还是那么贴心 老爸故意出门 给我们创造独处机会 爸 我不会辜负你的 看个甜甜的偶像剧吧 就是这种氛围 等等 怎么回事 这 这 好尴尬啊 哎 那个是猫粮 气氛再次陷入尴尬 外卖来的真是时候 我特意定了青石 这下肯定不会错 这咖啡也太苦了吧 完了 又出丑了 他果然看不下去了 来请喝秋天的低微拿铁 好浪漫啊 居然这么好喝 这个奶是唇颜卖的 一滴奶也没有 他好细心啊 我随口提了一句 我爸有乳糖不太瘦 他就特意买了不含牛奶的 怪不得这么好喝 跟外面买的一样 而且他不含折糖 美瓶啊 还含有时刻高膳食纤维 保护感腔 我健身上的同事 平时也都喝这个 看来今天稳了 哎 他盯着我干嘛 该不会是要 走 我去 我都干了些什么呀 此时此刻 我只能用干饭演示我的尴尬 但是由于吃得太快 我竟然 把饭喷到了他的 脸上 没事没事我去洗洗 他一定不会怪我吧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 没关系 闺女啊 咋样了今天啊 嗯 嗯 你 你俩看啥呢 大叔叔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吧 你还有我爸 明天换个星球 继续相亲